種香伴隨著柴火的芬香 一個個形態各義的種撈起 是駁芙林村民端午節的心意 老老少少齊齊包種 是端午節前村裡的一大盛事 想給小朋友了解多些文化的活動 認識多些 親親大事 駁芙林村一年一度的包種活動 今年就因疫情關係縮小規模 只是邀請村民參與 我們的目的就是可以做一些活動 養多些村民 可以一起活動的時間 還有鄉村有鄉村的特色 其實有了這些活動之後 村民彼此之間的關係 就會更加好 對這條村的歸屬感也會更加強 村民籌辦活動也花了不少心力 由準備食物到包成種 每一個環節都由村民分工合作完成 有些預備種業 有些就洗種業 有些是做鹹蛋 有些是撈米 有些是包種 大家分工很快就完成了 完成了 大家稍後煮好就有得吃了 起碼兩個小時 大概是大約的 村民一齊親手包傳統的農家鹹肉種 紫米健康種 中油鹹水種 除了美味之外 更多了一份對傳統手作的尊敬 這是一個傳統來的 希望他都不只是懂得吃 都了解一下怎樣做 都開心的 所以我們辦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承傳到我們自己的文化 一代一代和小孩子一起玩 一起承傳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些文化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些活動對我們來說 我們推廣的就是一種多元的生活模式 你現在覺得城市的生活模式是很單一化的 大家都現在現代的影響 大家只是一些有商業價值的活動 就會有一些商家後面去推動 但是好像我們真的自己傳統 自己文化的東西 如果我們自己不去做 其實慢慢慢慢就會探望的了 村民都期待 未來可以繼續舉辦更多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 令充滿人情味的博富林村 一路延續下去 下一次 再次選項 請點名字 選項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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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請 感谢观看